在今次這條影片開始之前,我們先點名鼓勵一下我們的香港選手和PCS的隊伍 PGS Talent剛剛在入圍賽出現了 裡面的香港選手Kai Woon的Rekhan表現在比賽中相當出色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一下這些香港本土選手和香港玩家 他們的存在證明著這片土地之上並不是誕生不到人才 雖然他們小組賽分組入了一個俗稱死亡之組的組別 但是我在這裡祝福他們,希望這些香港選手可以打出他們的實力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創作的話歡迎你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或者透過影片簡介和結尾的PayPal贊助去支持我們的創作 在各位成為了會員之後,請你Message在IG或者FacebookFanPage去加入我們的Discord Group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頻道會員的私人直播自私聊 我期待在Discord群見到各位,你的加入絕對會有影響力,絕對會影響我們的創作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熱情人減民的Sigma 每年LOL的世界賽都是一年一度的勝利 有很多沒玩很久的朋友,難免會受到比賽的熱潮所吸引 就算已經沒有網上打遊戲很久,但有時也會按開Youtube來看比賽 但由於英雄聯盟,遊戲的版本會不斷更新 有些沒玩很久的朋友,就難免看不明白,或者理解不到現在的比賽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這條影片,是會由選角開始和各位介紹現在的版本 有什麼常見的英雄和比賽的內容,希望各位在比賽的過程中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體驗 由於影片的篇幅所限,今期的影片會首先介紹Jungle和AD的常見角色和英雄的特色 上路、中路和Support,我們會在下期的影片再介紹 在今次這條影片開始之前,是有兩點我們需要注意的 首先這條影片,打高的時候,世界賽還是在Play-In Stage 所以後面會有可能出現新的打法,新的套路 甚至是對於版本有全新的理解 所以今次這條影片,是只會針對目前的階段來介紹的 其次,今次這條影片,針對介紹的玩家是一般的玩家 甚至是希望跟一些根本就沒有打歪的觀眾 所以我們講的內容,對於核心玩家來說,是會比較顯錢的 所以如果各位高端玩家認為影片的內容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各位去分享 講到這裏,今期的影片就開始了 我們先由兩邊的選角開始介紹 現在的版本最常見的就是以Jungle作為輸出的核心打法 這個是俗稱野核的套路 所以我們這幾天的比賽中,是很少見到一些坦克型的控圖型角色 目前世界大賽的版本中,幾乎是不會出現豬女、蝶子、特朗德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以前是在坦的Matter中,很常見到的控圖型角色 目前Jungle的Tier 1,基本上會是葛雷夫、蜘蛛女、耐德麗、Lillia、Evelyn和艾克等等 在這裏,我們先針對這幾個角色先介紹 葛雷夫就是這一個拿著散彈槍的男人 他的技能組比較簡單,所以我們這裏就不會計算得太詳盡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這角色普攻和普攻之間有一個上彈機制 並不像一般角色一樣,攻速越快就A得越快 這角色有兩套出裝路線,分別是鬥時營的黑切、死亡之母的出裝路線 這套裝是用來持續戰鬥的,當對面大坦比較多的時候,出這套效益比較高 而對方如果是軟皮為主,就會出穿透型的裝備 這套是以殘暴之力作為核心套路,針對軟皮是特別有奇效的 葛雷夫的W有煙霧彈,被這招技能打中的人是會失去所有視野 而大技就是一招遠距離輸出的指向技,通常是用來收頭 接下來是蜘蛛女和Nidalee 由於這兩隻角色都是擁有變形能力,所以我們將它們放在一起說 這兩隻角色是遊戲中的獨有,擁有人形態和動物形態的角色 就好像魔獸世界中的德魯伊一樣,可以在動物形態和人形態之間自由切換 這兩隻角色的出裝路線,大同小異都是AP的Jungle Carry 蜘蛛女比較值得說的就是她人形態的E技能Cacoon 是一招指向技能 綁中人之後會將對方Stun一段時間,而其次就是她蜘蛛型態的E技能倒掉 E技能開了之後會進入一個木馬指定的狀態,這個時候對方是攻擊不到蜘蛛女 無論是用來追人還是拿來逃走都是很好用的 而Nidalee我們主要看的是她人形態的Q技能長矛可不可以打到敵人 Nidalee的飛鏢是一招很遠距離的指向技,但她的飛行速度不算快 尤其是被Nerf之後她的判定範圍都是很小的 所以我們主要看這招技能有沒有辦法打中 來判斷這個Nidalee找得好不好 在人形態的技能打中之後,Nidalee會變成招型態,飛撲上去殺人 她對於殘血的敵人的輸出又會增加,所以在收頭的時候是很有優勢的 跟著來是Evelyn了,Evelyn的技能重點就是她6後有隱形 如果沒有進入戰鬥狀態,Evelyn會隱形 這個時候敵方的隊伍是完全看不到Evelyn在哪裏 是最重要的技術來,如果Evelyn入場入得漂亮的話是可以秒殺對面的軟皮 跟著來是Echo,Echo的技能重點主要是W的雲和大技 Echo的W是會製造一個AOE控場的區域 只要敵人入到區域裏面就會被緩速 而如果Echo在這個時候進入區域裏面 她就會暈倒這個區域裏面所有的敵人 如果Echo在會戰裏面暈了幾個敵人 那這場會戰的贏面就很大 而Echo另一招值得注意的就是她的大技 Echo的大技是會創造掃描之前的自己 開大技之後Echo會傳送她自己幾年前的位置 對附近的敵人造成傷害和回血 跟著來是鏡爪 鏡爪的定位基本上是一隻Jungle的AD角色 她的技能組沒什麼特別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她的大技了 鏡爪的大技是會令到這個範圍裏面的所有人全部都不會死 無論是野怪、英雄、小兵、還是其他生物 只要在這個範圍裏面 就不會死亡而又會進入無敵狀態 撐她的時候 她們的生命值永遠不會歸零 那很多的Jungle就會利用這個大技的機制 來令到地圖資源包括巴龍或者小龍 去進入一個無敵狀態 讓對方的Jungle太早交重擊 然後等大技結束之後 才重擊搶地圖資源 那這招大技開得好的話 是可以逆轉一場比賽 但如果開得不好的話 就會救對面的人 其實是一招好吃技術的技能 最後是Lilia 這角色很簡單 只要知道她打法核心 是盡量用技能打中多些人 然後配合大技來訓人 那就可以了 但是這招大技的訓勾 是可以用淨化解的 講完Jungle 我們來講講AD Carry 這一屆世界賽的版本裡面 AD的射手角色 目前來說 就沒有像過往那幾屆一樣 以輸出為主 而是以輔助團隊為主 所以我們這一屆 只要看到AD角色 包括Sanna 艾希 以及準等等 都是一些可以給予團隊 輔助能力的輔助型AD 當然也有些隊 不是選擇輔助型AD 於是他們就會選擇傳統的AD角色 包括伊澤 Athelios 凱特林等等 由於主流三隻輔助AD 全部都是沒有位移的 所以我們也會看到有些隊 是會選擇老鼠來做Counter 在這裡我們同樣簡單介紹一下 不同角色的特色 艾希最出名的 就是他全地圖無距離限制的大技冰箭 比他招大打中的人是會被暈的 而冰箭的飛行時間越長 暈的時間就會越來 一個好的ADGE玩家 是可以透過招冰箭 來支援不同的路 而最常見的用法 就是協助自己的隊伍 來偷襲一些落單的角色 趁對方被暈的時候一擁而上 而拼入了人之後 就透過人數優勢 去進行一些地圖資源的爭奪 例如巴龍或小龍等等 接下來就是Jun Jun是一隻 和Graves一樣 需要透過上彈 才可以A的角色來 他每射射箭子彈 是需要Reload的 但是他第四射箭子彈 就一定會暴擊 而對於他的隊伍來說 Jun最有用的技能 就是W技能的遠距離空場 任何收到 英雄攻擊的敵人 都會被Jun的W去禁錮 在輔助隊友去單捉的時候 是有奇效的 而Jun的大技 華麗謝幕 是會射出四發 超遠距離射擊 而且是有迴捉效果的 接下來是Sanna Sanna可以說是目前AD 輔助能力最強的角色之一 他是不單擁有Q技能的Poke 以及出入魔劍勝中之後 是接近可以無限回血 更加擁有W的禁錮 E技能的隱身 和大技可以被整隊盾 是一隻很OP的角色來 Sanna的Q 可以指定一個單位 對路線上的所有敵人 去造成傷害 並且在同一時間 對所有的友軍去回復血量 Sanna的W技能 是類似Morgana的禁錮 被人打中的人 和他附近的隊友 是會幾秒之後被禁錮 E技能的隱形 會在自己身邊 創造一個隱形區域 在區域裏面的所有人 都會轉入鬼魂的狀態 是無法被指定的 而對面也分辨不到 這個鬼魂都低邊的角色 Sanna的大技 是一招全地圖的AOE技能 會對這一招技 中間的所有目標造成傷害 並且比你路線上的所有隊友 一個護盾 是一招很強大的全地圖支援收頭技能 以上就是目前世界賽的下路 三大團隊副造型AD了 而除了目前這個Meta之外 也有些隊伍是選擇傳統AD陣容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你試想想 如果你隊裡面的AD 是UCI-IMP那個level的選手 你去選一隻輔助AD 效益反而是沒有那麼高 因為你隊伍的優勢 本來就是在於AD選手 如果你的隊伍過去使用的體系 是圍繞AD打的四部一體系 那如果連你們的核心 都走來輔助的話 那又是誰來打輸出呢? 所以目前的版本裡面 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些隊伍 是會選擇下路的輸出型AD 例如是Astrel 凱特林等等 由於這些例子 只為阿菲主流 所以我們會選擇一些常見的角色來介紹 E札 跟我一樣 是動月探險家 以前舊版的技能組改了之後 W技能由AOE 變成了做幫對手上一個Debug A下去會更加同 而除此之外 什麼都沒有改 他的打法上面一樣 是一隻很Slippery的AD 是需要配合普攻 和Q技能的連段 來可以打出持續的傷害 他的大技也一樣 是全地圖形的AOE傷害 凱特林 上一個版本的超強角色 但被Nerf之後 在世界大賽的版本上面 相比起三隻輔助型AD 是沒有太多的增長機會 這隻角色在大改之後的重點 是他的爆頭普攻 爆頭的普攻 會造成額外傷害 而踩到夾 或者吃到凱特林的E技能 90色獵網的敵人 會被爆頭 而這個機制 提高了凱特林的爆發 令他的傷害提高了很多 而最基本的凱特林觀念 就是你隊友被控場之後 譬如你的敵人吃到凱特林的Q 你會立即在腳下放一個夾 他就會立即踩夾 再寫一個爆頭 以上這些 就是今年的世界賽入圍賽的常見角色 我不想看完這條片之後 你會看得懂世界賽 但至少我希望 一些沒玩很久的觀眾 在看完這條入圍的介紹片之後 會知道野區和AD的常見角色 到底在做什麼 接下來 我們還會出片 去介紹中路上浪和support 今次這條片到此為止 我們下期再見 再次開關 會怕 一日 再次開關 不明 至於 眉